他们平凡 却从不渺小 他们不凡 只因从不言败 跌倒了 站起 失败了 重来 他们的人生因跌宕而完美 我是星月 每晚九点二十 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 有请主持人星月 农民种地 工人做工 教师教书于人 医生就死不伤 这是每个行业工作的基本准则 如果超出了准则范围 干点别的事 那就是我们通常听说的 服务正业 或者说是不安分 大多数人都会对 服务正业的人嗤之以鼻吧 觉得他们成不了大气候 但是偏偏有些人 就是靠着这种不安分 愣是搞出了大名堂 我们今天的两位主角 就是这样的人 下棋队对异 这是乡心版阿华兜 走街广巷 这是现代版牧牛牛牛马 这六十多个机器人 都有一个共同的爹 吴玉露 他 一位农民 却从不下地干活 他 小学辍学 却精通机械原理 有请最聪明的农民发明家 机器人老爹 吴玉露 别人发明为挣钱 他搞发明想玩命 有请本期主角 主人好 嘉宾好 大家好 吴大哥你好 哎呦 你这上场跟别人都不一样 够气派的啊 对 这是我自己坐的私家车 不是 你这还有人帮你拉车 他还老说话 让他歇会 你这车是不是还有名啊 说还是你喊的是什么 因为我到现在吧 我已经坐了六到七 六七十个不同功能的机器人了 因为我全是按照编号 像吴老大 吴老二 是吧 吴老三 一直到现在 吴老68了可能得 这些机器人全部姓吴 也就是说六十多个都是你的儿子 对 这是必须的原则姓吴老师 真是佩服啊 这吴大爷的想象力 可谓是天马行空 让人赞叹不已 那您知道吗 其实吴大爷只有 小学三年级的文化 听起来 是不是很神奇啊 不过这个在咱们眼里是天才的人 在村里人眼里啊 却是一个败家子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因为喜欢机器人 吴玉露整天是躲在家里头 鼓到一堆废铁废钢啊 对他的本职工作 干农活 却一点都没兴趣 即使干了 那也是毛毛躁躁的 村里人见了他 基本上都指指点点啊 这家里的老父亲呢 也时常哀叹 我怎么就养了你这么个废物啊 本想着 等到成家立业之后啊 他会收敛点 不成想 他却差点家破人亡 吴玉露永远记得 1999年6月19号 那天呢 他正在邻居家 给别人修收割机 忽然这村里就来电话了 让他赶紧回去 说家里出事了 他就急急忙忙 骑着自行车就往家里赶 刚进村 就听到了村里的大喇叭喊 社员们都去吴玉露家去灭火 远远呢 他就看见他家的房子的上空 是浓烟滚滚 原来那会儿 村里一到晚上用电高风 电压就特别低 吴玉露就自己动手 做了一个手动调压器 哎呀 咔咔一调 电压就上去了 但是那天他出门之前啊 忙着做机器人 走的时候忘了 关那个调压器了 晚上电压是增高短路了 就把房子给垫着了 这把火 把结婚证烧没了 把新买的冰箱电视都烧化了 这整个家烧的 只剩下了三根领条 媳妇那是嚎啕大哭啊 不让你弄机器人 你非弄 这下整个家都没了 你就跟机器人过去吧 说完 媳妇领着孩子就回了娘家 要和她离婚 后来吴玉露是好说歹说 才把媳妇给劝了回来 按照咱们的想法 那这回是不得好好过日子了 没想到这次险些 家破人亡的教训 并没能让她灰心斩意 有一次啊 她在给机器人做焊接的时候 拿着螺丝刀接线 一走绳 把两根线路给弄短路了 砰的一声 一个大火球就崩了起来 这脸上头上所有的毛发 全烧没了 衣服跟皮肉 全都粘在了一块 这大夫只能用剪子给剪开 而等她媳妇赶到医院的时候 绕着她的病床走了好几圈 愣是没震出来的 你说得烧成什么样了 不过吴玉露觉得 这个血肉模糊的代价 还是挺值的 因为最后 她终于发明出了新一代机器人 超级无老五 还凭借着这个机器人 获得了最聪明农民发明家的 挺好 吴玉露火了 出名了 2013年 一位英国皇室成员 到北京办事的时候 特地是慕名拜访了吴玉露 一进吴家的大门 他就被这眼前的一目的惊呆了 这一个普通的农村小院 到处都是铁丝铁片 电线废旧电器 还有满地乱跑的机器人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包括它的走路怎么迈步 总的来讲 这机器人里边的 其实难题是很多的 因为你看咱们人走路的话 其实任何人很拔腿就走 一让机器人走路吧 它这里边很难很难的 你哪想不到位都不行 这都是您的图纸 每一次设计一个机器人 大概要画多少张图呢 那就是说我得画很多张图纸 因为我都不记得了 我家里边的图纸很多的 全部是你自己画 全部我自己画 但是在整个发明制造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碰到过特别大的难题呢 难题肯定是有 就包括就是说 现在这五老三这走路吧 尤其是它这个抬腿脉布 这个是最难的 就是我在做它的时候吧 有的时候就是说 涉及这个抬腿这块 这动作的时候 我就跟神经病似的吧 我们家人就睡觉了吧 到半夜 因为我一般的灵感吧 在夜里边可能就是容易发灰 我会爬起来 在我们家的院子里边吧 会就转圈 它转圈 自己走 它自己走 但是走的同时不能逛走 因为我在 就是说在想象着 这个人的这个动作 就往那机器那块上 我就是完全模仿人在设计 那这些都是已经有了经验的 我就想知道 他们家老大是这么早来的 吴老大今天也来了 他是80后 80后 这吴老大可能长得有点寒暂 这不应该也随我吗 就是比较粗糙了吧 因为他是1986年诞生的 今年他30 儿立之年 对啊 30啊 没错啊 这吴老大当时你设计 我觉得应该吃很多苦 当时没有任何的这个参照物 我在这个吴老大身上 花费的精力是最多的 因为我从很小的时候 就开始有这 做机器时候的想法 我就在想 人为什么能用两条条走路 而且这个灵活性和协调性 都那么好 后来呢 就是说开始做这吴老大 做这吴老大 其实这个 当时我是没有任何的经验 而且那会儿我岁数也很喜欢 所以说进吴老大是我刮的心血最多的一个 所以说就是现在的外观可能是不太好看 外观没问题 他辈分大 三十二还要叫他哥 对 这是亲哥俩 我问一下 吴德哥 吴德哥 就是我问一下 能让他拉我走两步吗 没问题 他很重的 他一百九十斤 没事 没关系 你们看相 他哪年出生的 这个是九五年的 九五年的 九五后是吧 您受累了 您受累 您受累 我坐上子我不会操纵 没事 您坐上子就是 现在一踩着就走 您可以开车 这是方向 就往左边 慢往左拐 往右边往右拐 然后一踩 那个车就走了 然后倒车 这也是倒车 这边倒车 他可以讲话 我是这个 我翻译一下 他的话我听懂了 他说我一个九五后 拉你一个五零后 你忍心吧 他说大家好 我是机器人拉车 吴德路是我爹 我拉我爹去庄街 朝本场最美的女士走去 这是 这是 摁着它是倒车是吗 这是倒车的 往前一摁 不是摁 摁 摁 摁一摁 就倒车了 对 哇 好听话呀 得嘞 那个辛苦了 其实 在研发这机器人的过程当中 吃过很多苦 甚至受过伤 对 我受了很多的伤 在很早以前呢 我家里边没有钱 没有钱呢 我就经常呢 去我们当地的废品站 因为我去买一些个齿轮啊 电池啊 有一次呢 转了半天 我转到一个 写着英文字母的一个 我看着是像一个进口电池 当时呢 我拿到家以后 我就是我拿着一个充电 充电的同时 这一下子邦就响了 哇 当时呢 在我手里就爆炸了 后来我才知道那是电雷管 当时把我这手 就是手指堆的肉 都炸得露骨头 就现在这个手指堆的 它没有神经了 它现在没有直觉 太危险了 雷管炸了 家里屋子烧了 对啊 而且这个雷管上应该它是三个英文字母标的很清楚 它那上还有 后来别人看那个残骸上还有天气呢 对啊 但是我也不懂啊 我在想啊 像您这样玩命的在研发机器人 而且那么痴情的在做这个工作 能够有今天除了你自己的努力之外 跟您家里的人不反对也有关系是吧 有很大关系 开始我媳妇是反对的 后来呢 她就支持了 因为我后来老爷经常出国去出去展示 等于她也跟我一起坐飞机 然后这儿一趟那儿一趟的 她也觉得挺好 她也挺好 这样我们请您爱人上来听听她的真心话好不好 可以可以 来有请 欢迎您 大家好 我是机器人老妈 董书彦 您一点也不老 也挺多就是机器人大姐而已 董女士 刚刚吴先生说 她在这个研发机器人当中吃了好多苦 甚至受过很多伤 我觉得她有点一根筋 就一门心思扑在这个上面 您心里到底是支持她 还是不支持呢 她这个人 她就是说她特别喜欢做这个 我觉得是一个字 就非常非常懒 她这个人你别让她干什么 你要让她一干活 她肯定有招 你比如我们家那个地都是自己种嘛 那会儿农村都是那个气肥一刨 拿那脑钩一拉钩 完了再撒肥 回来再一买 再一踩 四个人的活 完了她跟我去布肥 她就不管 然后说你妈 气都原来就掉 明天有人给你布 然后就是一个坡的自行车 然后弄一斗 那个斗上搁着肥 然后呢 跌一个小爬里 小鹤子 还有一小爬里 这个自行车呢 这样一走 完了钩也拦了 肥呢也撒了 一小爬里爬平了 车轱辘呢也压了 所以四个人的活 一个人就干了 她在您家实现了农业自动化 对呀 她这样的话也不挣钱 也不干活 研发机器人还得投入很多钱 我在想这过日子 估计你俩经常抬杠吧 我们俩 真是 直不长的就 俩人就吵 她这个人嘛 就是非常不讲理 而且吧 还说不通 比如说这个 没钱做这个机器人 本来真的没钱 两个孩子还有老的 她不管 那我想做一个机器人 需要一个小电机 或者小齿轮 那没钱怎么办 她费点 那没地儿买 就买一个玩具 一个玩具要百八十 那百八十真的没有钱 那还借钱花 孩子买奶粉钱呀 都没有 那她不管 完了就让我借借 我说你先 你也不为这个挣钱 那就别 那个做了吧 她不跟你讲道理 然后我就 你借不借 然后我 我这儿这个 我说那真的没地儿 你也不是为挣钱 她就不管 光打那小凳 我家那小凳 光光就给你扔 那面全都摔坏了 哎呦 她这有点像人女的 闹别扭的时候 把家都给砸了 然后我气得 我就跟她掌一掌 然后她就 那个 我说 我说我给你借借 给你借借 也就是说 只要是机器人 她是寸步不浪的 她是不顾一切的 她什么都不顾 但是另外 我也有一点感觉 就这样的一些机器人 你现在好像只有投入 没有产出 那么她的社会价值 她的使用价值 甚至她的经济价值 怎么办 你总不可能 永远这样的公益的 做了以后 大家来玩 大家做 做到最后 你的钱毕竟不多 也有使用的 因为我上个月 我把我那个什么 有一个康复训练的一个机器人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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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杂物废品 制作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扶持 有请本期主角 你好 你们好 你好 你们好 好可爱 你可以跟大家认识一下 我叫王小央 不过我更加喜欢 大家都叫我小仙女 为什么你叫小仙女呢 因为我觉得仙女嘛 就是善良的 真诚的 我觉得我很善良 很正常 所以我就觉得我就是仙女 小仙女给你的身体 也特别的很 你今年多大了 我今年已经很老了 你别这么说 你这么说让旁边两位怎么办 情何以堪 你有多老 我90年的 我上次不都说90年已经老了吗 现在是00年的天下了 用错了 你说在我们这个厂子里 90就是刚出生的鹰儿 这边都有60后的大爷 很大怎么样 我听说你是一名服装设计师 我是一名创意服装设计师 那你的创意体现在你今天的衣服上吗 是的 自己创意的 自己做的 自己做的 嗯 西瓜也是自己种的 真的西瓜 是我们家自己种的 我们家做的那个西瓜 真的比卖的那个都好吃 很甜的 你真是自己家种的 是自己家种的 我们家里种了好多西瓜 还种了糟瓜 还有甜瓜之类的 种了好多瓜的 我这个是那个清凉一下 夏天到了嘛 然后就离不开那个刮口 要多喝水 要不然就 就是晒娇了嘛 15秒 其实小欣灵有很多作品 这样我们通过大主播来看一下 带火茶棒的这个 这个是壁虎小姐 这个的灵甲来自于 断了尾巴的壁虎 我们家住的是那种四合院 然后我的房间里面 一到夏天 那个壁虎都去找我 有一次我睡觉的时候 看到一个断了尾巴的壁虎 在那里爬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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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被她的那个精神 很给打动了 我觉得这个壁虎它是那种生命力很旺盛 很坚韧的那种 本来嘛我还是在肚子疼当中 我看到那个壁虎之后 我自己就觉得很很羞愧了 嗯 就是这个壁虎它的生命力很旺盛吧 我觉得就那些小病小痛啊 什么的都 无所谓 无所谓 只要活着就好 活着就有希望嘛 嗯 哎呦 好 这个我也比较有兴趣 说这个是一个变脑键盘吗 这个的作品名字就是不要被网络所禁锢 现在很多的人就上厕所玩手机 吃饭玩手机 走路玩手机 天天就在那里看着手机 哎呀比跌到那个轻鼠中都轻 我觉得这样子看 你们不要被网络所禁锢了 马丁和那个石头 你觉得就这些服装作品 你们敢于尝试吗 有我能尝试的作品吗 我有带过来 来 拿上来试一试 来 来 来 马丁 感谢 来 我才不找你 行吗 没袖子是吧 有袖子的 袖子在这里 这个袖子在这里 没事儿你走两步 从那边走过来 非常精锐 很有个性了 我这个是说走就走的旅行 那为什么弄很多 一次性拖鞋在这上面呢 这个的那个意义 是天理自行洗衣脚片的 人家是有想法的 我以为是去外面不变 能顺就顺一放拖鞋回家 那是环保的 不是 不是 谢谢 谢谢马丁 可以吗 那我去穿稿了 行吗 穿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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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稿是这衣服呢 石头 你看看他在这几部 服装作品之后 你有什么感受 我觉得他的心性很澄澈 所以就有点像一个小伙伴在画画 那你画什么都对 而且在这个时代中间 所谓的时尚呢 它被拆成了七个字 叫心奇怪美 潮恶苦 所以你即便很怪 也没有关系 就你像你今天这身衣服 穿在你身上就是清凉一下 要穿在我身上就是要饭的 没关系 都可以 马丁呢 你穿上这个 小仙女设计的服装之后 你有什么感受 你觉得它是一个作品 还是真的是一个服装设计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概念的东西 如果是个概念的东西 我就更容易接受了 但如果说它是一个成熟的 服装设计作品 我不能接受 它其实想讲的是说 你作品嘛 就是你自个做了 先找找知音 但是你要真正变成商品 变成大众所接受的话 那这个事就再说了 就不一定能很多人接受 或者花钱来买你 是这意思吧 对吧 小仙女我估计 应该很多人在你耳边 说过反对的意见 对吗 很多很多的 有一些人当着我的面就说 哎呀 起开起开起开 不要在这侮辱我们的眼球了 说话这么直接啊 对啊 你难受吗 刚开始的时候难受 多了就麻木了 没感觉了 说法没事 又不疼又不痒的是吧 为什么周围的人都要批评王首英呢 原来王首英生活在山东的一个小村庄 在那儿啊 一个女孩子的天然使命就是结婚生子 王首英却不稀罕这个使命 他28岁了 可是他不想结婚 就一心执迷于服装设计 梦想啊 能成为一位顶尖的服装设计师 走向国际 如此一来 他变成了村里的奇葩了 村里人都对他嗤之以鼻呀 有人说他 痴人说梦 有人说他被鬼魂赴了身吧 这是村民们提到王首英的时候 最常见的字眼 而父母也以他这个女儿为耻 妈妈整天哀声叹气的 这爸爸见到他呀 都绕行 他们还经常把王首英的衣服 用来生火做饭 但衣服烧了 可以再接着做 王首英从来没想过放弃自己的梦想 有时候一个想法蹦出来了 他能够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 几天几夜不出来 村里的小伙伴是结婚的结婚 生孩子的生孩子 只有他还在房间里做衣服 后来王首英的妈妈是坐不住了 到处托人找关系给他找对象 村里 隔壁村 隔壁的隔壁村 这跟他差不多年纪的男生啊 基本上他都相变了 但是一个都没成 要说这首英长相也不丑啊 怎么会没一个成功的呢 原来每次相亲啊 王首英见面就跟对方讲 我是一个有梦想的人 如果你没有梦想 没有追求 那你只是坐吃等死过日子的 那么今天的你配不上明天的我 他这么一说 小伙子们一听 全都给吓跑了 看到女儿如此的执迷不悟 这妈妈索性也就不管他 我会有在周达吗 你就是没有这个艺术 这就是妈妈的 很正常不过 这个₁原来是 我所以学生的 怎么认识 我想等会 我再说 咱们三岸 我再说 我也是 我们只能 小倩 我 我 就不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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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衣服是闪亮婚礼 是现了那些结婚狂的 特别渴望婚姻的 但是又不好意思 很害羞 你看很善心 来第二个呢 这个是性感女郎 是我在看别人游泳的时候 得到的灵感 想到的 那些男的 他们都在那里裸泳 然后我都想到了 裸泳 就在我们山里有一个小河 然后我去火园的时候 都看到他们都在那里裸泳 我就觉得 哎呦就是 给男的做肯定没市场 人家那个都 不穿 就不需要那个 在费劲设计了是吧 所以就想到了 给女生来设计 它最好是比较保守的女性 去游泳的时候穿的 这边呢 这套好适合 这个 这个是花开 这个灵感 是我在我家里的 那个花瓷子里面 看到有一朵 来的花的时候 才想到的 我家里的白花 在花瓷子里面 是最纯洁的 那么一个花 这身衣服 我觉得最适合去参加 酒会的时候穿着了 穿这身衣服 可以跟那些色狼们说 你不要打我的主意 我是纯纯的小白花 我发现他们几个人的饰品 都特别有意思 刚刚这个是西红柿 西红柿和什么 杨梅 这个是杨梅 这个跟这个栗汁 是水果当中 很贵的 那旁边中间这位呢 这个是毛豆 这是毛豆啊 毛豆的 非常特别啊 毛豆也可以吃 毛豆也可以吃 好 今天那三个 模特身上的衣服 多长时间设计出来 那三位模特的衣服 那个用了六天多时间 小仙女 我想问问 刚刚你给马丁 给他带来了一套 但是现在石头 你看今天穿的 哎呦 就白马王子的感觉 他还没有呢 你能现场给他设计一套吗 我可以现场给他设计一套 好 那这样我们把那个 工作台拿上来 我们有请小仙女 给石头现场来设计一套 哇 哇 我 sencill不设计两句不设计一套 这个大楼 2000年 和你这些 都有 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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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俩像不像一段 怎么样 石头你感觉如何 狼狈不堪 然后像街头 我以为是算命的 但最后基本上是一片狼藉 好 刚刚呢 小鲜你给我们石头设计的 这个醉酒艺已经完成了 这是它的一个创作灵感 那接下来呢 我觉得我们要请一些专业人士来评价一下了 我们马上请出的是一位专业设计师 有请李薇 欢迎 你好 手艺 欢迎 李薇你好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李薇 她呢是著名的服装设计师 而且呢为我们很多熟悉的明星朋友们都设计过了服装 而且啊 她的作品像黑天鹅 卧达佩斯大饭店等等系列 近拍的价格都高达千万元啊 所以我们要再次掌声感谢她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啊 这个是刚刚啊 小仙女给我们石头设计的一件最酒衣 您觉得她这个怎么样呢 我们来看手艺的这个创作的这件事情 没有办法用一个专业的服装设计的角度去衡量她 她只是一个创作者 她是一个在表达自己的一个过程 我更像行为艺术 对 这是首应自己的一场行为秀 但是后面三个模特身上的衣服 能不能称为时装设计呢 比如说那个白衣服那个模特那身衣服 小白花 那麻烦你站到前面来好吗 好 肯定不算的 不算 为什么 本身的服装设计它是一门非常严谨的学科 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件作品 但没有办法说它的好坏美丑 如果说我们把它放到真正的舞台上面去说的话 我肯定有很多很多抨击的话 但我没有办法在这个舞台上面这么来说 因为这个标准在首应身上是不成立的 我觉得她其实想表达什么呢 你可能你太专业了 有不忍心伤害她的小梦想 我是觉得本来服装设计这件事 从主题来讲其实是个哲学 跟价值观有关 然后它的工艺的部分是科学 它的审美的表达是艺术 它的价值观呢 是跟人生有关 就像其实你说楚城吧 楚城其实卖的不是橙子 人卖的是永不放弃 那黄太吉的这个煎饼呢 其实也不是卖的煎饼 它卖的是中国梦 那你卖的是什么呢 就是开心 我的小世界也有大梦想 其实它有这样的一个价值观就在的时候 它已经没法去衡量后面的 是否科学与否 是否审美与否 对错了 李维今天来到这儿 也给小仙女带来了一份礼物是吗 是什么呢 我不知道 首先现在还不喜欢玩芭比 我特意准备了一份芭比娃娃 希望你能够坚持你的梦想 在你的梦想实现的过程当中 享受到乐趣 好啊 好 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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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好漂亮 她刚才说了 她的梦想是成为一个真正的时装设计师 嗯 对吧 咱们很认真地探导这件事情 她还需要什么 我建议以后如果有机会 你能够系统地去学习 能够从基础的内容开始 建立美的正确的观念 好的 谢谢 谢谢 谢谢李维 也谢谢我们今天的模特儿 小仙女 你刚说从给芭比娃娃设计服装开始到现在已经做了快20年的服装了是吗 是的 你计算过大概设计了多少件吗 大概有两万多件吧 天哪 天哪 每一年有一千件做品是吗 一百 一千三件 这两万多件包含了给芭比娃娃做的衣服 嗯 芭比娃娃的个子那么小一个一个一个很快乐 一会一个一会一个 嗯 那我想问问这得花多少钱呀 你想一年一千多件设计 哦 不花钱的 这布料什么的呢 哎 我不穿了的那种衣服啊什么的 塑料袋呀 那个瓶子呀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我做不到的那种材料 我觉得虽然说 它不花多少钱 但是也花你的时间了嘛 也是你设计的心血嘛 除了之前你说的那个五千块钱卖出去的那件 其他还有成交的吗 没有哎 除了那个老外买的那五千块钱 其他的都没卖出去过 但是我也没靠这个来赚钱养活自己 我有别的工作的 我现在在那个那个婚姓公司上班 一个月 我觉得还可以吧 一个月 收入还不错是吗 公司在四五千块钱 虽然没那么多 但是养活我自己养活家里人够了 家里人怎么看待你喜欢服装设计 有这个梦想呢 嗯 以前不支持来着 现在就不说不支持 也不说支持 就随便你怎么弄吧 不管了 梦想没有任何限制 安分和不安分 从来不是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准 无一路不安分于农民的身份 成了农民发明家 而王守英的不安分 也让他从一个质朴的农民 朝着设计师的梦想前进着 他们的成功 源于内心的那份热爱 更在于那份追梦过程中的 笃定 坚持 和勇敢前行 感谢收看今天的有情主角 我们下期再见 他骑着摩托车 穿越了近乎整个中国 十九年时间 四十多万公里 在无数次失望的打击中 他还在路上 隐姓埋名 乔装侦察 十年间 他结救出 二百多个被拐儿童 一个行走在打拐路上的独行侠 谁又能体会 这份孤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拒络